你居住在一個怎樣的社區? 這個問題看起來很簡單 但又有多少人答的時候 可以用一兩句歸納到? 在強調本土、關心社區的年代 甚至有人開始研究社區的發展歷史 天水圍民生關注平台成員Terence 由去年3月起,循環途徑翻查資料 為天水圍找出一個陳鋒多年的發展藍圖 住了大約有30萬人的天水圍 區內幾乎都是住宅 但原來在1983年 政府委託一間顧問公司 做的發展大綱草圖裏 就曾經建議天水圍發展工業區 和興建殯儀館 整個天水圍當初 其實它要提供圈門 又或者是其他新市場 要有一個均能發展自給自助 當時天水圍本身是安排了三個地區 去做工業的基礎 包括金氏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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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氏 還有就是那邊的天水圍 因為現在的天環村可生不用地 不過後來因為工業需求太低 這個計劃就此打燒 最後建了三個屋苑 而興建殯儀館的建議 亦在各界人士的反對下告吹 用地現在就成為了巴士廠的一部分 沒有了工業區和殯儀館 或者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也還有規劃問題 言禍至今 草圖入面 市中心地段綜合尚蓋發展 有不少民生設施 當中原定在1994年底落成的街市 亦都因地產商的反對而胎死腹中 90年代政府為了提高房屋供應 和打擊樓市炒賣 在天水圍北興建大量的公屋 少了設施但愈住愈多人 最後引發了連串社區問題 令天水圍一度被稱為悲情城市 天水圍至今依然悲情? 街方面對的是什麼問題? 而Terence 一路又是怎樣走過來呢? 詳情請留意明天搜查線的報導 OND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